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它說AB是正整數 A的實現數分解以後是這個 那A跟B的最大供應數是35 最大供應數等於多少 35等到5乘7 那麼它說B可以是下列哪一個數 那B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數 它最大供應數是5跟7 所以這B的話一定要是5R乘以7 再乘一個什麼呢 可以再乘一個數K 但是K裡面不能有3 因為你如果有3的話 它最大供應數的話 就會變成3乘5乘7 這不能有3不能有5不能有7 也就是說K它不能有3的因素 不能有5的因素 不能有7的因素 好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選項 它說可以是下列哪一個數 A我們看看 A選項65 65是等於多少 65 515 535 5乘13 這也不對 這裡面要5跟7 沒有5跟7的話 它的那個最大供應數就不會是35 A選項是錯的 B選項 B選項70 70 70是等於多少 等於35 乘以2 乘以2 它不是3不是5 不是7 所以這可以 它跟它的那個最大供應數 就是35 75 35 這是 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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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等於多少 105 5 2 得10 5 1 得5 3 7 21 這是 這是 乘以3 這個3的話 它是它的因素 變成的話 我們說 這個是K K K的話 不能是35 7的倍數 這個3 所以不是 如果是這個3的話 它的最大供應數就不是35 24 而是105 好 這我們看呢 第一選項 第一選項 175 那175的話 因素分解 175 5 35 525 35 35 乘以5 也不對啦 這個喔 不能是嗎 不能是5 K的話 不能是357的因素 所以這個也不對 所以這裏當然應該要選領 所以這裏當然應該要選領 我們要選領 1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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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